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诶诶诶诶 Bosch 给你看个东西 快快哦 哎呀看一下几秒工作 很快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り你看一下 在2021 年的8月 我们等到了Samsung下半年的Galaxy Unpacked发布会 新一代的折叠手机如约而至 遗憾的是 Note CDA在今年并没有推出新机 在明年还会不会继续推出也不好说 但可以确定的是本次发布会的锡位 毫无疑问的就放在了折叠机中的重量机产品 Samsung Galaxy G4 III 没错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 首先是这次的包装盒就变薄了很多 靠着抽取里面的充电器 让它的包装减重不少 盒里面就只有手机数据线还有退卡针 盒子的打开方式也不像二代那样左右打开 而是像传统的手机盒那样往上来拉开外盒 新的这个包装盒自然是比较轻便简单 但是比起上一代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 看看外观 我们这里拿到的是Fandom Black的配色 其实它整体的感觉就跟Samsung Galaxy S21系列上的同款配色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镜头设计上就很不一样了 有别于Galaxy G4 II那样一大块的镜头模组 Fall III很明显的瘦窄瘦小 显得低调许多 对于不喜欢手机镜头模组大大一块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整体的机身构造自然还是Fall系列的传统 采用的是外开式的折叠设计 接口、指纹识别模组、音响喇叭的位置都跟上一代一样 手机合上时就是一个25比9的长屏幕 而机身采用了10%更强的Armor Aluminium材质 还有康宁目前最坚固的Gorilla Victus玻璃 在重量上也比起前代轻了11克 机身的厚度体积也略为收小了一点 不过这个271克的重量在单手握持依然是相当沉的 虽然外观设计的变化不大 但Samsung在内里还是动了不少刀的 首先是Samsung Galaxy Zip Fold3和Flip3 都是首款支持防水的折叠机 支持的是IPS8防水 具体的做法就是换上了防腐蚀材料的铰链 在铰链的结合处也用上了防水胶层 来防止水进到主机板里面 不过话谁这么说 这个防水顶多就是用来防一些不小心打翻水 还是出门碰见下雨天的这些情况 建议还是不要真的带去下泳池或是下海比较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外屏幕 这是一个6.2寸的Dynamic AMOLED 2X屏 开孔屏的设计分辨率依然是HD Plus 不过在一般的使用来查看信息之前还是非常够用的 毕竟Full系列的折叠机一直都是把重心放在内屏幕的 而这支外屏幕一大的升级就是支持 120Hz的自适印刷新率 也算是实现了内外屏都同步一样的刷新率了 打开折叠机里面是一块平板比例 7.6寸的Dynamic AMOLED 2X屏 QSGA Plus也就是2K的分辨率 同时支持最高120Hz的自适印刷新率 它也采用了Eco Square OLED面板技术 能够让屏幕亮度提升29%的同时功耗也更低 不过说到这次Samsung Galaxy Z Fold 3 大家最想看的当然还是它的这个 屏下摄像头啦 这是Samsung首个用上了屏下摄像头技术的设备 平时在黑屏的时候仔细看 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镜头的轮廓 但是呢打开其他APP之类的时候 就会看到镜头的位置会出现其他的颜色 让镜头的部分更好的和屏幕画面融合在一起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像现在这样打开白色的画面的时候 可以看到镜头的区域有一个很明显的像素点块在那边 稍微细心一点观察就能看到镜头的存在 似乎又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隐藏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2K分辨率的屏幕在像素灯管的排列上相当的密集 在顾及这些灯管排列的情况下想要去做屏下摄像镜头 就更难的做到完美的隐形 我自己是认为固然ZIG Fold3并没有把屏下摄像镜头做得完美的隐藏起来 但是呢在镜头上面覆盖一个随屏幕变化的发光面板 怎样看都比传统的开空屏那种 直接留个黑点在上面观感是要好看很多的 既然是屏下摄像镜头 而且也只有400万像素 那看也大概知道它的拍照效果并不会比前代来得更好 但是呢这里就是我个人觉得 Samsung选择在折叠机做这个屏下摄像头一个很聪明的地方 毕竟你想要自拍的话选择不会只有一个 除了内屏幕以外 你还可以打开外屏幕的前置镜头用来自拍 甚至你还可以开回内屏幕 打开你的后置摄像头 然后再开启外窗口的预览 这样子你就可以用它的后置三色用来自拍 那你这样子怼着自己 然后用这个音量键就可以抓一张 那其实整体的这个自拍的体验 并不会因为这个屏下摄像镜头而被妥协掉 那我们把目光放回这个大屏幕上面 它最大的卖点无非就是办公效率 首先是在平板比例下 你最多可以投资开三个APP 那你甚至可以先订好三个指定的APP 那一键就可以直接打开出来 那我比较常用的一个配置就是这里可能是Google Chrome 然后这里是这个我常用来写稿的Google Doc 或者是任意的一个信息应用 比方说Message或者Messenger或者WhatsApp之类的 那一般可能就是这里查查资料 然后在这里就写稿 那如果刚好有信息进来 我可以在这里进行恢复 那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的布局 你想要可能比方说我Google Chrome 跟我Google Doc的画面多一点 那也是有解决方法 比方说我这个信息应用我常按 然后把它拖出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浮窗 那比方说我想要专心写稿的时候 我就可能在这里 然后我就继续写稿 那我想要看资料 那我可以移过去 那我就有更多的画面去看网页 那整体用起来它是比较弹性的 那它这次的Full 3还有一些比较新鲜的功能 像是它可以把这块解栏 直接固定在荧幕的旁边 让它变成像我们在电脑上面很常看到的一些Task Bar 那你想要指定的一些APP都可以直接订好在这里 那我就点自己想要的 那整个操作都会很快 那同时你打开设定 它有一个叫Samsung Labs的功能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调整各种各样的APP 在这一块屏幕上面使用显示比例 那比方说像这一个你可以调整 16比9或者是4比3或者是Full Screen 一般上都会App Default 这个默认的一个显示比例 那默认之下就是尽可能去填满整个画面 就是差不多就是Full Screen啦 然后它特定的APP都支持了一个可以实时调整介面比例的功能 那我拿这个买发来举例子 在默认的介面上你可以看到旁边是各种各样文件的分类 那右边呢这里就是你手机里面储存的档案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去找 比方说找Document 我想要更加清楚的显示我什么样的类型文件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里往旁边一拉 就会变成几个简单的小图标 那我这个部分显示的这个文件内容就会更加的详细 那一样的如果我想要找其他类型的文件 但是只看这几个logo 我又分不太出来的话我可以把它拉回来 比方说我想要找Video 我想要找Audio或者是下载的档案之类的 那整体的用法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调整 能够搭配使用的还有Flexbook相当于Full 3自带的一个脚架 这样一达一个折叠就可以放在桌子上看剧 拍照、视讯会议等等 那就不用一直手握手机啦 这一次Full 3另一个不得不说的地方 当然就是支持S Pen啦 也算是回应了大家对Full系列的期待 毕竟那么大一块的内屏幕不支持一个触控笔还是比较可惜的 S Pen的好数字不用索 可以写写笔记更加精准的修图、剪片等等 工作起来当然会更加的方便 很可惜的是我们这里并没有Full 3的S Pen 可以给大家带来试用和体验 而Full 3的做法其实和S21 Ultra一样 你需要购买指定的手机壳才会附赠这个S Pen 言下之意就是Full 3本身其实并没有自带笔槽 可以明白毕竟这个折叠机内部构造寸土寸金 你真的很难再塞一个S Pen进去 但是比起传统Note系列像这样 既拔既用还是少了一点灵魂 再来就是娱乐的部分 120Hz的高刷新率、骁龙888 屏下摄像头和亮度更高的屏幕 再加上这个双扬声器系统 以上的这些配置基本上都是因应娱乐的品质保证 除了折叠机本身的屏幕比例可能会导致看影片的时候会有个大黑边以外 Full 3在娱乐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这一块内屏幕的折痕依然存在 但只要不是在白色的背景下看都不算特别的明显 像是我平时在看影片或者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忽略它的存在 那也相信对于愿意去购买折叠机的用户来说 比起在于这个折痕它们更多的会愿意去享受折叠屏幕 带来的这些新鲜体验 根据官方的介绍 Full 3在内屏幕的结构上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整体上比起上一代更加的坚固耐用 而我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就是它这个内屏幕的材料质感也确实有所改变 那在Full 2的时候其实这个内屏幕的触感相当的粗糙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滑滑手机都不是那么的顺手 而这一点在Full 3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玩取游戏的体验也好非常多 算是一个小小的隐藏亮点 接着是续航能力方面 4400mAh电池并不算大 确实会引起一些担忧 播放1小时的YouTube影片耗电6% 高画质60帧玩原声1小时耗电36% 中等画质30帧玩原声1小时则是耗电25% 对比起我测试过的一些骁龙888手机来说 确实耗电量是比较快 但是整体来讲撑个半天还是可行的 而且一些比较平常的操作 像是回复的信息啊查看个人通知啊 我这里建议可以直接就是在外屏幕上进行 会更加的升电 那整体下来看它的续航能力算是及格的 这样说明显的缺点的话就是 Fold3的充电功率就只有25W 从6%充至满电都需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那在现在这个65W以上充电功率遍地走的时代来讲 真的是很难令人满意 只能说希望Samsung在充电技术多加把镜 尽早补缺掉充电速度这个短板啦 再来就是相机配置的部分 刚刚说了内屏幕的400万像素以外 还有外屏幕的前值1000万像素镜头 以及后值均为1200万像素的三色组合 和上一代几乎没有变化 即便如此拍照效果还是可以的 最高4K 60帧的视频录制 还有超广角夜拍模式这些功能 配合起内外屏幕的特性 你可以开启外屏幕的拍照预览 同时用后值镜头来自拍 内屏幕对于拍过照片的预览空间也就更大了 将来你可以一边拍一边很清楚的 查看你上一张拍照的效果 再来就是从S21系列开始的Direct View 也加入到了Fortree的镜头功能中 你在拍视频的时候发现镜头不太对的话 可以直接切换 也可以随时预览不同镜头的拍摄效果 还有配合画面中的人物调整构图的 Auto Framing 功能等等 只能说Fortree的拍照体验 比起镜头的配置 其实更着重于各种信息功能的运用 最后就是售价的部分了 Samsung Galaxy GFortree 一共有两个版本 256GB版的售价是RM6699 512GB版的售价则是RM7099 在预购的时候使我们进Gadget的特别优惠码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组Samsung Galaxy Smart Tech Twin Pad 这一个售价比起上一代Fortree的初始下格 已经便宜了不少 在从定价不断强化的功能 以及在本次发布会并没有推出Note 而是推出Fortree的这些举动来看 Samsung有益也有信心让折叠机成为一个更加亲民 以及可以应用在更多生活场景的一个智能设备 而在实际的使用体验上 Fortree在已经相当成熟的Fortree的基础上 带来了更多的改动以及强化 而这些改动往往都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那诚然Fortree还有很多 有待加强或者改善的地方 但现在的它已经有那个能力 去成为你工作以及娱乐用的主力机了 好 本期的影片内容就到这里为止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那也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便获取最新的科技资讯 我是Hardew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